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在这个礼拜五 香港的苹果日报会做出最终决定 是否1995年创刊的苹果日报 过了礼拜六之后会完全成为历史 我们上个星期Focus了 香港警察是以反国安法为理由 搜索一船没大楼 逮捕了五名高层 保安局最大动作是冻结了苹果日报三家公司 总计1800万港币的资金 据说连爆摊要汇给苹果日报的钱都汇不进去 因此在星期一的时候 一船没的董事会决定 向保安局先申请解冻一部分的资金 至少要发给员工薪水吧 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解冻都不乐观 所以在这个星期五会再开 苹果日报公司的董事会决定 是否要从此停刊了 如果停刊 礼拜六是出最后一次的苹果日报 那么整个香港苹果日报 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那么如果做出停刊的决定 在礼拜六的凌晨 苹果的网络新闻将不会再更新 一起来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 同志指向走出大楼 有的大包小包连原本放在办公室的职灾都带走 不少员工规别昔日打拼的职场 到了晚上苹果洞新闻 九点半苹果新闻报导 主播更宣告这是最后播出 今晚会是最后一晚播出九点半苹果新闻 发出停播讯息 苹果财经网凌晨起也停止更新 香港苹果日报面临重大营运危机 大家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 唯有在这一刻大家觉得自己能力做得到的 就做了才算 没想到这么快顶不住了 上周五百名港警搜索依传媒逮捕五位高层 其中三位在被警方扣留四十个小时后获得保释 而依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 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则遭警方还押 正式起诉案件八月再生 当时被保释的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还表示会正常出刊 但关键是香港保安局冻结苹果日报三家公司 一千八百万港币资金 路透社引述黎智英顾问Mark Simon表示 有报摊要汇钱给苹果日报都被拒绝 公司无法使用银行服务 没有资金完全陷入停滞 二十一号 依传媒召开董事会决议向保安局申请解冻部分资产 用意支付员工薪水 以免欠薪违法 一般来说如果警方是冻结一个户口 那个理由就是那些钱可能是一些犯罪的得益 又或者是刑事案件的证据 那如果你说我要用这些钱 希望解冻呢 那这个就应该不是一个很强的理由 律师认为解冻资金机会不大 董事会本周五将再开会决定是否停滞 一旦成真 苹果日报最快二十六号凌晨停止更新网络新闻 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 因为他们犯的法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但是如果由于这些资产的凍结 引申出来一些的劳资糟纷 香港有非常之严谨的劳工的法例 也都会保障劳工的权益 1995年6月20号创刊的香港苹果日报 长期以来都是香港最畅销的三大报之一 现在却因为港区国安法恐怕将走入历史 港府的强硬作风也迫使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得撤离 一中承诺书来刁难我这个住处人员的签证 除了再次证明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 台湾驻港官员因为拒签一中承诺书 港府不释发签证 二十号其位职员在机场留影纪念 挥手拜拜从香港返回台湾 目前只留下一名职员 但他的签证七月也将到期 陆委会表示驻港办事处业务不会停滞 但包括港人申请来台签证就学等 则改由线上办例 5月时香港才宣布暂停在台办事处运作 现在台湾驻港官员撤离 相互关闭官方沟通渠道 在北京全面管制下的香港台港关系也深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